大家好,我是老白 如果说近十年间影响我们老百姓生活最大的 同时发展最为迅猛的 应该说是互联网经济了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十多年前 有一篇牛润的文章 在微博上广为流传 文章的名字是我信仰互联网 从这篇文章中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整个社会 不管是学者还是民间 对于互联网 对于互联网经济的热衷、支持与赞美 言语间充满得更多的是 热切的期许 从2010年开始 互联网平台经济快速崛起 无论是零售、餐饮、家政、娱乐还是通勤 都希望通过互联网化、平台化、线上化 试图打破传统业务的一个局限 后来大概是在2017年、2018年 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开始思考 互联网经济的一些问题 也有一些学者开始 对互联网经济提出一些反思 包括对新经济与传统经济 撕衡的一个问题 包括互联网经济 能否带来高附加值产业的问题 以及包括互联网平台 是否会快速破坏市场规则 与社会保护机制等一系列问题 但是呢 不得不承认 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其实并不多 对于社会经济问题 有自主探索能力的人 更是少数 在2018年的时候 我观察了主流的文章 主流的采访 包括我作为的科技公司的老板 同事 可以说 绝大多数人对于互联网 对于平台经济 依然充满着好感 可以说 即便到了2021年 还是有很多朋友 依然相信互联网 相信互联网能够带来 更多的成功 更多的奇迹 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更多的美好 但是 真的是这样吗 这期节目 可能要给这些朋友 泼一盆冷水了 2021年 对于互联网企业 互联网平台 有给他们调整的时间 可能并不多了 那么今天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Bibbitalk 我们把复杂事情把先摆 首先 第一个问题 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互联网经济 能否促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21世纪以来 在全球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作用下 可以说 制造业服务化和产业融合 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一个主流 如何从制造业大国 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应该说 是当前大家都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如何摆脱在全球价值链 产业链中 处于中低端的环节 对于后方追赶的国家来说 要么走向自我创新的道路 就像任正非所说的 闯入无人区 要么继续跟随 最终难逃卡脖子 被人阻挡了命运 包括日本 韩国 新加坡 台湾地区 正是在高端制造业 高科技领域的坚持 才实现了汽车 医药 船舶 半导体 等高附加车行业的 在全球的领先 才真正的实现了稳定的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路径 应该说 唯有掌握高科技领域 唯有掌握先进制造业 才能真正的把握住自己的未来 这也是为什么 在这十几年间 我们有诸多互联网企业 在与美国企业的禁制中 实现了突破 甚至实现了弯道超车 但是呢 也只有作为科技企业的华为 受到了风堵的根本原因 华为 正是我国先进制造业 最夺目的那面棋子 我们反观互联网行业 这些年的发展 对于先进制造业 是否有出境作用呢 说实话 我觉得并没有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第一点 中国的互联网经济 已经在这十几年间 固化成一个 非常死板的平台经济了 平台经济和平台企业 不是一个概念 应该说 平台经济不仅包括企业 还包括众多依托互联网平台 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 平台经济的本质 不是结合信息技术 来实现工业制造的一个创新核心 而是利用信息技术 来搭建制造业劳动力的一个转移 实现规模化的一个需求 扩大工业制造品的需求规模 说人话 漂亮的说就是将供应链 网络化 规模化 如果不漂亮的说就是将 廉价的商品 甚至上山寨产品 通过互联网卖给更多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 会少更多的工厂 企业主 个人 依附于整个平台 优雅消费者与工厂 只能通过平台来进行连接 实际上就造成了 进一步压制造业的利润空间 中低端的制造业 通过平台 获利的空间是越来越少 从而扼杀了那些中低端制造业 向中高端转移的利润率和可能性 即使到了2021年 我们各大互联网平台 对于山寨的末视 对于知识产权的无视 这是我无法想象的 可以说 这对于中高端制造业打击 是最为严重的 这是一个立项淘汰的过程 如果山寨继续泛乱 频繁出现在APP首页 对于认真做产品 搞创新的品牌来说 长期来说 是伤害无法预计的 更可怕的是 低字低价的产品和服务 本来就是平台现金流的一个根基 要让各大互联网平台 自断根基 又谁能挡住 葵花宝典的诱惑呢 我要强调 高端制造业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合理 据据据下的产物 不是 玩供应链那一套就能搞起来的 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第二点 高端制造业 尤其是半导体行业 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庞大 人才队伍的行业 这十几年间 由于互联网行业的一个高速发展 有大批的高端人产 涌入了互联网行业 根据网信办2018年的 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 中国有1677万的互联网从业者 而其中 65%的从业者集中在北上广升行 我们反观半导体行业 根据2019年12月18日发布的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显示 2018年至2019年 半导体从业人数仅为46.1万人 最新的报告显示 从总体上来看 五国集成电路人才 依然存在非常大的一个缺口 预计到2021年前后 全行业的人才需求规模为72.2万人左右 也就是说 但2021年 五国仍然存在26.1万人的 集成电路人才的缺口 问题在于 目前大多数的大学生在选择专业上 依然会更多的考虑IT专业 而并非IC 这和目前毕业生的一个收入 有非常直接的一个关系 在前几天 知乎有一个很火的帖子 在讨论 美团给21届校召应届生 开出的SP offer 是在30-37万年薪之间 而腾讯2022年平均年薪是在84万 比去年涨了7万 我们反观半导体行业 根据我了解 在2018年之前 包括海思 寒5G 比特大陆等一线芯片设计公司 应届研究生的待遇 平均水平是不超过30万的 近两年在政策的支持下 对于21届应届生 一线半导体公司 普遍踩到了30万人民币的水平 这还是给研究生的offer 如果在一个更广的范围里进行对比 不仅是头部的公司 虽然半导体企业 全行业近两年的待遇有所提升 但是与互联网企业员工的 整体收入水平相比 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的 我非常认同管理之父 比特杜克拉的一句话 人才是公司最大的资源 而不是成本 这张图是某个半导体公司的 一个离子统计图 我把这家公司的名字引去了 可以看到 由2004年起初的人才流失的20人 到2013年的139人 从2010年左右 这里有一个大幅上升的趋势 据我了解 柜里半导体行业 人才流失率还是比较高的 这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收入和付出 没有达到自身的预期 在我周围 就有非常多优秀的工程师 投奔了互联网行业 由于收入挖地的形成 造成了过多的人 涌落互联网行业 对于传统制造业 尤其是高端制造 并不是太好的事情 其实这个问题 不仅仅是在我们中国 在美国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 关于硅谷程序员收入过高 这个问题 在美国社会 也一直有争论 第三个问题 更为严重的 就是资金分配的问题 我们要知道 互联网通过平台经济 实际上形成了一个 赢者通吃的局面 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贴补 来形成规模化的一个效益 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资金资本大规模的介入 通常会把一些简单的 具有规模经济 平台经济的新事物 包装成具有革新意义的产物 比如说把共享单车 形容为新时代的事大发明 把长租公寓 形容为科技的新产物等等 这就会造成过多的资本 投资在一些 没有本质实际意义的项目上去 这些项目真的有创造价值吗 在我看来未必 在我看来还是在搞 平台经济那一套 把所谓的传统低端制造 传统的行业 打包成一个所谓的创新模式 然后提高估值 然后通过上市变现 股东获利 我要强调 这个过程和所谓的工业互联网 产业互联网 产业加制造 其实没有半毛钱关系 互联网所谓赢者通吃 注重的是量 而不是质 其本质还是互联网 喜欢搞的流量变现和估值变现 是彻彻底底的资本的游戏 总结来说 对于这十年间 我们整个互联网行业 对于先进制造业的贡献 我是不认同的 由于平台的过度宽松的一个管理 对于知识产权的不尊重 对于资本以及过度融资的依赖 本质上 对于推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其实起到一个制约的作用 我这里强烈推荐有兴趣的朋友 去看一下 中国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所长 魏厚凯教授的 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的现象剖析 与理论反思这篇论文 我对于里面很多观点是十分赞同的 我们平时 除了要去关注北大广升行 这样的一线大城市 还要去关注三四线城市的一个发展 这未来唯有继续推进制造业 才能最大限度的在大量劳动力 从农业工作转移到非农业工作的就业上 创造更多的一个就业岗位 更好的平衡整个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一个发展 我们要相信 如果我们更多的去关注制造业 可能在下一个十年 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回报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在近十年间 随着互联网经济从线上逐渐和线下结合的过程中 出现了去劳动合同化用工的这一个问题 我网上看了一下 网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其实并不多 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在2010年之前 其实中国的互联网公司 依然还是以传统的线上业务为主线的 大多数互联网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还是来自于广告的 这和目前美国硅谷的互联网公司的模式还是类似的 但是呢 在2010年之后 我国各大互联网公司开始把战略方向 大规模的进行转变 把重心放在了打通线上和线下两端 而这个转变的形成 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开始的 包括阿里巴巴在2011年6月份 宣布将大淘宝战略提升到大阿里战略 从建设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网购生态系统 转型为供需双赢的一个消费平台 加带了对物流、支付、数据中心的投入 2013年5月份 阿里在深圳正式成立了 菜鸟科技网络有限公司 菜鸟网络在7年间完成了对整个物流行业的全面覆盖 2018年4月份 阿里巴巴用了95亿美元收购了阿里妈 补强了及时配送运力 2020年阿里巴巴基本上完成了C端物流的大布局 当然了 同期除了阿里 以58、赶集、美团为代表的服务类平台 也进一步地抢占了线下市场 滴滴垄断的汽车出行市场 美团赢得了千团大战 2017年有了O4摩拜的12亿美元的资本大战 截着2020年10月份 美团外卖骑手全国总人数达到了399万左右 网约车司机人数超过了千万 包括网约厨师 网约快递员 网约家政 网约主播 网约外卖等等 人数规模是利益壮大 包括前几天我去理发店 发现类似优减的理发店是越来越多 在和理发师聊天中 理发师抱怨收入并没有得到提升 只是老板由之前的理发店的老板 变成了一家互联网公司而已 类似的现象 其实大家也是深有体会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这里面有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那就是互联网企业形成平台后 平台企业用功实际上 形成了一个去劳动关系化的一个现象 一方面 大量的网约工就业和收入不稳定 没有正式的一个劳动合同 无法得到劳动法的保障 基本的劳动权益 无法得到保障 另一方面 互联网平台化就业 造成了实际上的社保缴纳的弱化 实际上不利于推进社会保障 对象全民化的一个发展方向 其中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平台通过补贴的形式 独大之后 过度的一个收租的形成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就形成了 一边是从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中抽拥 从餐馆手中收取高额比例的外卖提成 另一边是各大平台巨额补贴 去卖菜的魔幻现实 一边是宣传普惠实体经济 另一边是蛋壳爆雷 共享单词的闹去 一边是家政 餐饮 外卖 教育 出行 美发行业的 各种各样的行业的互联网化 另一边是 快递员 司机 教师 理发师的收入 越来越低 这样的互联网经济 真的是我们想要的互联网吗 真的是我们底层民众 想要的美好生活吗 真的是对我们经济发展有利吗 我想各大互联网公司 要好好反思一下了 关于第三个问题 我本来是想好好讲一讲的 但是鉴于本期节目的一个播出性 我就不多提了 我这里只提一点 如果一个互联网企业平台 过于强大 对于新兴行业的发展 其实是不利的 往往我们国有企业 是有严格的一个行业限制的 比如说 一家国有的房地产公司 是不会随便去卖化妆品的 但是互联网企业并不是这样 它可以今天卖菜 明天开始卖保险 它的行业渗透性和破坏性 是成正比的 我要强调 这种快速的打破 某个行业传统的规则和商业模式 完全快速的互联网化 其实并不好 这并不是互联网本身的 好坏人决定的 每个行业的行程 它都是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 逐渐形成的这么一个过程 即使是一个小小的菜市场 都是要经过数年的一个过程的 包括其中的企业 从业人员 包括消费者 上下游 设计的面是非常广的 如果全部按照互联网平台的思路 资本补贴加上垄断收租的形式 竟想全部洗你一遍 可以说 如果过多的行业 过多的行业利润 被互联网企业背后的大股东夺取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里面的就业人数太多了 我们是折得不起的 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互联网化 看待互联网 互联网它不是神 它也不是魔鬼 切不可以 过多美化 最后总结一下 我还是认为 互联网企业还是应该 好好的围绕它的 主流的业务来进行 做好它本分的事情 做游戏的就好好做游戏 做电商的就好好做电商 做社交的就专心做社交 保护好知识产权 发展核心竞争力 一定要做好投资边界的控制 股东收益的控制 早远于人民生活的提升 早远于先进科技的发展 如果 一味只是为了外国股东资本的考虑 侵入千行百业 榨取劳动者的一个利益 这就是坏的互联网企业 如果 真的为国家着想 将主要的利润投入研发 发展真正的科技力量 还富于民 这就是好的互联网企业 我和大家一样 希望 2021年 我们身边出现越来越多 好的互联网企业 大家 一起拭目以待吧 这期节目 估计不会太多人看 因为讲得过于深刻了一点 但是 我还是愿意花时间来做 我相信 关注我的观众 都是具有一定的思考能力 我相信 大家也愿意去思考一些 比较深刻 具有底层逻辑性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 我们关注科技行业的原因 正是因为科技 它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是奥白 白Talk 我们把复杂事情摆成明白 如果你希望了解 更多关于科技方面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 最后 记得过 点赞 拜拜 拜拜